选战消息 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Gulas 14号开始展开一连串的扫街拜票行程 而第一站首先是来到了花莲市重庆市场 Gulas表示 透过了近距离和民众面对面接触 希望能够让乡亲了解他的理念 同时也会到各公共场域 来看看是否有需要改善加强的地方 也作为未来发展花莲的重要参考依据 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Gulas团队 14号上午在花莲市重庆市场集合 呼口号之后展开扫街拜票行程 Gulas表示 希望透过面对面挤掌致意 让乡亲可以看到他的坚强理念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 不管是市场或者是在街道上的扫街 我们要一步一脚印 跟每一位县民互动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我们发现大家非常非常的热情 而且其实看到人就会相信改变是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非常用力的 加倍的加速的跟所有的县民见面 扫街拜票第一站选择到重庆市场Gulas表示 还可以亲自走一趟看看各个公共场域 是否还有需要加强改善的地方 这个就是花莲人的日常 其实市场就是大家最常来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市场有非常多需要规划改善的地方 那其实听听人民的声音 那其实听听人民的声音 跟大家第一线的接触 不只可以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县民 听见非常多第一时间的反应 同时我们当然也要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周边 不管是交通 不管是停车区 以及市场内部有没有更多 可以有更好更友善的设计 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Gulas表示他是花莲人 但常年在外县市工作 这次回到故乡要参选县长 除了将他在北部都会区汇集的知识 能量带回花莲 更希望可以为家乡带来改变 为故乡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介络会幻市报道 在北部都会有更多的地方